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抗問鼓掌雨球事務所 我是佳玄 我們用簡單的方式介紹你在意的東西 好的 今天我們會來聊新上市的 7C Pro 在這邊 剛網拿起來 這一次也一定要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從7C到7C Pro做了什麼新的進化 那這一次我們想說分個上下集 上集的部分會做科技的介紹 然後下集的部分就是實際去球館 就是拿線然後試打 跟你們分享一下打感會如何 好不好 首先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這兩隻 7C跟7C Pro的差異 那我們就開始吧 ok 那我們就進入到球拍介紹的部分 這一次啊就是 它還是延伸他們之前銀河系 你看這個頭卡上面也是銀河系的 延伸他們銀河系的設計 然後你看它舊版的黃色的藍色 其實也是在邊框旁邊會有一種銀河系的效果 對 妝感也有 那這一次沒有更改它的主要風格 然後只是這一次也是黑底亮面漆 搭配上橘色的顏色 結合它銀河系的效果 然後去做新的圖騰的設計 對 我覺得不難看 但因為我沒有特別喜歡橘色 但主要是它配起來也不會特別讓人家覺得不好看或不喜歡啦 我是覺得還行啦 這一次這個版本也是出三個版本 就是有Pro 然後Tour 超兒 Tour跟Play 三個版本 那三個的差異是好氣有一點點不同 是在於它的 嗯 好 就是在邊角這邊 我不能說是左上角 因為它換邊之後變右上角 在邊角的地方它會有這樣子的圖樣 OK 然後它的圖樣像Pro它就是寫Axtrax 就是這個系列的名稱 Tour跟Play 它這邊的顯示也都會 就變成是Tour就是Tour 然後Play就是Play 所以其實你看 好氣就能看出來它是哪一款 其實這個是AX自己自己之前也有這樣子做過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效果蠻好的 看起來就比較容易懂 主要它藍色那個配色配橘色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對啊 在這個部分的地方 他們三個版本也是就是有三個價格 Pro的部分是6800 然後Tour是3800 Play是1800 然後產地也不太一樣 就是日本製、台灣製跟中國製 對三個版本 基本上來說就是Play的規格好像就是4U的 Tour跟Pro的部分是有3U跟4U 那我現在手上這一支是4U的 然後它的寶棒是20到28磅 那其他的相關規格就像3U的規格 我就放在這邊好了 然後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OK那我們進到科技的部分 這一次它的77Pro有研習的之前Pro的特性 就是有那個Rotational Genital System OK它就是一個回轉力生成系統 簡單來說就是它很像喬喬板 當你的拍頭往下追的時候 它的尾段會自然的翹起來 然後當你做往下回拉的時候 它會彈起來 所以就幫你輔助做連續攻擊的那種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就是會轉力生成系統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88S Pro或者是99 Pro的影片 OK你們就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講框形的部分 這支框形的部分跟舊版的一樣 所以整體看起來是沒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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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走到側面的部分 但是走到側面的部分 就是框的那個厚度 寬度 有些微的差異 新版的Pro是做的比較瘦一點點的 當然我們也是有量詳細的數據 那這部分我們想說放在彩蛋可以讓大家慢慢看 OK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這一次比較特別是他的 就是剃頭 剃頭的地方這次做了一個新放 加入了一個新的科技 我的天 好 加入一個新的科技他叫做 Flex Force 他是一個柔性熱融 樹脂 他是一個柔性熱融 樹脂 剛剛都沒發現 好OK 他在剃頭的地方做的比較就是 他夾在剃頭的這一段 這個地方 然後他的效果是 可以讓可能就拍面更穩定 你在打到打到 擊中球的時候 他拍面就是 晃動感可能比較不會這麼明顯的 就會比較你知道這種 使用者踢感的體驗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所以他剃頭的厚度也稍微比較厚了一點 相較於原版的77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到中管的部分 部分 部分 中管的部分他是做 細中管就是跟 就把那個 NAMD 的那個中管 然後我們有量了一下 77跟77 Pro的中管都是 大概0.72 mini左右 那我們今天要前套的部分 前套的部分也是用 EBK Plus 就是那個魚口的那個 前套 OK 科技的部分就在這裡告一個段落 那這一次我覺得比較特別的部分 就是在那個 Flex Force 他中間這個 剃頭這部分的那個 柔性熱融樹脂是比較新的科技 那當然還是要實際打起來 我們才會知道感覺怎樣嘛 那其實舊版的77 我是打很順手的 我就直接說啦 就像 可是我覺得不能 就是 就還是會有期待 畢竟當初 舊版的AX88S 我是不順手的 可是到AX88S Pro的時候 我中間有一段過程是還蠻 就是蠻喜歡用那一支的 所以在77改版之後 變成77 Pro做不定 我打起來會有不同的感覺 但是這支中管真的我覺得 熬起來是 有一點硬的 雖然它回答很快 但是我覺得它是偏硬的中管 我還是 就我怕有點辦法 沒有辦法 我怕我有點沒有辦法駕馭 但就是 嗯 下期的部分再跟你們 就是 揭曉我到底 會發生什麼悲劇 好不好OK 那我們就 繼續玩穿線吧 到時候再跟你們分享 就是實際打起來的 狀況如何 好不好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就 今天就先這樣子 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